《創世記》第十九章 那兩個天使晚上盜料索多瑪 羅德正坐在索多瑪城門口 看見他們就起來迎接 臉服於地上拜 說我主啊 請你們到仆人家裡洗洗腳 住一夜 清早起來再走 他們說 不 我們要在街上過夜 羅德徹徹的請他們 他們這才盡去 到他屋裡 羅德為他們預備現職 敲無教餅 他們就吃了 他們還沒有躺下 所多瑪城裡各處的人 連老大少 都內圍鑽那房子 呼叫羅德說 今日晚上盜你這裏羅的人 在那裏呢 把他們帶出來 任我們所為 羅德出來 把門關上 到眾人那裏 說 眾弟兄 請你們不要作者惡事 我有兩個女兒 還事處女 用我領出來 任憑你們的心願而行 指示這兩個人 既然到我卸下 不要向他們作什麼 眾人說 退去吧 又說 這個人來寄居 幻想要作觀啊 現在我們要害你 比害他們更甚 眾人就向前涌擠羅德 要攻破火門 指示那二人伸出手來 把羅德拉進屋去 把門關上 並且使門外的人 無論老少 眼都昏迷 他們摸來摸去 總尋不著房門 二人對羅德說 你這裏還有什麼人嗎 無論是女婿 是兒女 或者城中一切屬你的人 你都要將他們從這地方帶出去 我們要毀滅這地方 因為城內罪惡的聲音 在耶和華面前甚大 耶和華猜我門來 要毀滅這地方 羅德就出去 告訴取了他女兒的女婿們說 你們起來離開這地方 因為耶和華要毀滅這城 他女婿們卻以為他說的是棄言 天明了 天使吹逼羅德說 起來 帶著你的妻子和你在這女的兩個女兒出去 免得你因這城裡的罪惡 同被肖滅 但羅德遲而不走 二人因為耶和華 連率羅德 就拉著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並他兩個女兒的手 把他們領出來 安置在城外 領他們出來以後 就說 逃命吧 不可回頭看 也不可再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滅 羅德對他們說 我主啊 不要如此 你博人已經在你面前蒙恩 你又向我顯出莫大的慈愛 救我的聖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恐怕這災禍臨到我 我便死了 看啊 這造成 又小又近 容易逃到 這不是一個小的魔 求你用我 逃到那裡 我的聖命就得存活 天使對他說 這是我也應雲你 我不傾福你所說的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 因為你還沒有到那裡 我不能作什麼 因此 那城名叫所以 就是小的意思 羅德到了所以 日頭已經出來了 當時 耶和華將硫黄與火 從天上耶和華那裡 降於所多瑪和俄摩拉 把這些城和全平原 並城裡所有的居民 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 羅德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汗 就變成了一根鹽柱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 到了他從前站在耶和華面前的地方 向所多瑪和俄摩拉與平原的全地觀看 北遼那地方煙氣上騰 如同逍遙一般 當神毀滅平原諸城的時候 他紀念阿伯拉罕 正在傾福羅德所住之城的時候 就打發羅德 從傾福之中出來 羅德因為怕住在所以 就和他兩個女兒 從所以上去 住在山裡 他和兩個女兒 住在一個洞裡 大女兒對小女兒說 我們父親老了 地上又無人按著地上的常規 進到我們這女 來我們可以叫父親喝酒 與他同寢 這樣 我們好從他全流後裔 於是 那夜他們叫父親喝酒 大女兒就進去 和他父親同寢 他幾時躺下 幾時起來 父親都不知道 第二天 大女兒對小女兒說 我昨夜與父親同寢 今夜 我們再叫他喝酒 你可以進去 和他同寢 這樣 我們好從父親全流後裔 於是 那夜他們又叫父親喝酒 小女兒起來 與他父親同寢 他幾時躺下 幾時起來 父親都不知道 這樣 羅德的兩個女兒 都從他父親懷了人 大女兒生了兒子 給他起名叫魔鴨 就是現今魔鴨人的始祖 小女兒也生了兒子 給他起名叫便亞米 就是現今阿門人的始祖 再次祖福 可惡 可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